受到了国际行情飙涨的影响 20公斤装的统装瓦斯可能要涨价了 而这个涨幅呢相当的大呢 可能是要100块钱 由于原本预定要礼拜六要开始反应涨价 那么中游现在呢可能会考虑分次涨 不过呢一些小试探业者已经在抱怨了 说这个瓦斯涨价生意可真的是越来越难做 才过晚年抵不住国际行情飙涨 统装瓦斯可能又要涨价了 涨幅最多达到100块钱 让小试店业者大喊吃不小 现在买进一桶580啊 然后呢 然后如果再涨价的话 我们生意就影响了啊 轮变少啦 对啊 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自己少赚一点咯 小试店老板说瓦斯再涨下去 生意实在很难做 不过国际液化石油气的行情 在沙烏地阿拉伯减产减贡的影响下 上个月的长期离安价格从380块美金 一口气涨到505块钱 以目前液化石油气国际行情推算 20公斤装的瓦斯涨幅可能达到100块 让小试店业者只喊吃不消 上等价格说不定可能反映在食品上 过年才刚开工就碰到瓦斯可能要涨价 虽然确切涨幅和时间还未公布 不过对消费者来说这种预期涨价的日子 心里可真不好过 中文新闻刘家伟方解读台北采访不到